二零一九年總統蔡英文出訪 加勒比海四友邦 去城過境美國紐約 隨著任期將在明年畫下據點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總統將再度過境美國 還會會晤麥卡錫 有意訪問臺灣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 無懼培洛西來臺時 引發的臺海危機 曾嗆聲中國無權干涉 金融時報報道 臺美雙方就此議題交換意見時 麥卡錫表示 臺灣對北京激烈反映的顧慮合理 因此臺灣方面提議 何不利用在美過境的機會碰面 地點就選在麥卡錫的選區加州 是不是我們未來就是 可能取消他來臺訪問的這樣的努力 以避免我們臺海緊張的情勢來提高 這個說法可能有點不確實 在中國的威脅之下 我們外交部的作為 是要團結更多關心臺海和平穩定的這些友人 那如果說有國際的友人要給我們這種高度的支持的話 我們只有歡迎 根據了解因為疫情影響 蔡英文三年多沒有安排出訪行程 這次總統府與外交部規劃 4月初蔡英文出訪瓜地馬拉和貝里茲友邦 途中過境美國加州和紐約 反美期間除了會晤麥卡錫 將赴加州的雷根圖書館發表非正式演說 如果有確切的這些計畫的話 我們跟那個總統府也會對外面來做充分的說明 總統府對於報導沒有評論 僅說若總統有出訪行程 皆會巡力對外說明 在確保台海及印太區和平穩定的狀況下 台美交流未來將持續深化 靜雄紅星普州財富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